我最近时间实在是太忙一直拍一些上午片 所以没有空给大家拍vlog 所以不好意思上传有点晚 可是我今天在上我的YouTube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四年前发布的一个vlog 是我当时在墨尔本澳洲的时候 是去买一辆摩托车 然后需要从墨尔本坐船到塔斯玛尼亚 就是南部的墨尔本南部的一个岛屿 好久没有看这个视频了 我真的不敢看 我想看看我当年到底是拍了什么东西 打开看一下吧 这个是我墨尔本的家 然后应该是早上差不多刚刚日出 6点7点钟这样的时间 然后就背了一个背包 然后准备前往机场 去机场之前 你可以看到这是墨尔本的海港城 其实还挺好看的 旁边有这个码头什么的 哇我以前调色这个色调也是银了 我当时要取钱 那个澳洲不是很发达 没有什么支付宝 微信什么 所以你得要么付现金 要么付这个支票 银行转账需要三天的时间 所以我当天就需要把摩托车给开回来 所以我得去银行取钱 没想到银行没有开门 早上银行没有开门 所以我去的有点早 太积极了 这已经坐飞机了 在机场等机了 摩托车已经到了塔斯马尼亚 然后看到就还是很喜欢 杜卡蒂你一定要买红色的 因为就像法拉利一样 是他们的主打色 它的声音很特别 不像日本的摩托车那种防身赛的声音 它是比较稍微低沉野一点的 这个车保养的非常好 两年多吧 然后才4000多公里 我这时候还挺紧张的 我已经好久没有骑车了 然后其实我之前的摩托车被偷了 就已经不在了 所以当时还蛮伤心的 然后过了几年 我又还是蛮渴望 这个骑车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又回去 其实这里我真的还蛮紧张 我怕开出去的时候 你知道吗 就是太久没有骑车了 然后因为摩托车其实很重 特别是转弯的时候 它不像自行车 你是左右方向盘去转 你是靠惯性和身体的重量去转 所以你掌握不好的话 你会摔 在买家门口你知道吗 就是买了一辆毒卡迪 然后在门口就摔跤 就是很蠢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时还蛮担心的 这已经上路了 特别嗨 整个澳洲差不多都是这样子 就是荒土荒地 好山好水好无聊 可是环境特别好 这个是郊区吧 当然塔斯曼尼亚稍微跟木尔本和辛尼比 还是偏落后一点 去那个冲浪去了 估计是小火 塔斯曼尼亚很美 它不大 它是一个自然景区为主的一个游客的地方吧 生蚝 如果你喜欢吃海鲜生蚝 塔斯曼尼亚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国外其实都是这样子 就是一个一个小别墅 绿化都特别好 而且大家也非常友好 跟你说哈喽啊 打招呼 这是到了一个灯塔 是塔斯曼尼亚的其中一个岛屿 有点sexy啊 怎么这么好看 这个就是我晚上要走的路线 其实坐船 它就直接会带我们从南太平洋 直接穿过去 马尔本就在这个海岸的对面 现在差不多回去了 左边就是我的船 你要提前到这个船的地方去排队 然后一个人一个人轮流的上去 在这里每辆车都会经过检查 包括你的门票什么时候 就在这里买就可以了 然后进来以后 摩托车全部是靠左边 因为它占地最小 右边就是汽车 你看旁边还有夫妻两位 就是他们自己带着 都是背包 大包小包的 这样就是 其实就是自驾游 他们可以环岛一圈 然后带着自己该带的东西就可以了 背包客吧 回家了 船已经开始启动了 然后我们掉过头就直接出海 然后往摩尔本的方向开去了 其实船上的设施还可以 就是电影院老虎机餐厅等等之类都有 这是晚上 这已经看不到什么了 这是第二天 我已经到了摩尔本的码头这边 然后已经下来了 自言自语 在车上不知道说什么东西 好危险 安全安全 再安全 这是这期的Vlog 如果你喜欢的话 希望你们点赞关注留言 如果你喜欢澳洲的这种视频 就是旅游上的视频 未来还会有很多旅游的视频 希望你们喜欢 拜拜